师兄帮帮忙 师兄帮帮忙是一个网站和应用的两个产品 然后呢主要是面向我们这个全国的大学生 然后是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师兄帮帮忙去搭建一个 面向大学生的一个互助的一个移动社区 那么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在校的师妹 那么他们都可以通过师兄帮帮忙这样的一个移动方式 那么平常发布他这种求助 那么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热心的师兄 为他提供这样一种帮助 那么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功能 我们现在网站和app的用户加起来有120万左右 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是面向所有高校都开放了 那现在主要来推力推的是我们这个移动端的产品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和南京 这几座城市是我们现在比较活跃的点 因为其他城市是后面录取在开放 所以还需要一些时间 普遍地看的话我们的这个移动的产品 活跃度会更高一些 因为PC不仅是一个已经往下坡路走的一个时代了 然后移动互联网是迎来一个新的机遇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app的一个这个活跃度会远远高于PC这一块 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达到一个目标就是说你 你比如说你对于师妹或者说需要帮助人而已 那你可以及时把你的这种问题通过语音 那么文字图片这种形式发布出去 我们会第一时间首先把这个内容推给你的校友 你的校友会第一时间看到说这个东西 这是我师妹啊 对不对 我是不是应该愿意帮助他 对吧 那除了他这部分校友能看到以外 还有就是说与你这个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兴趣关联点 相同的人会优先的看得到 那么你的这种问题就能得到一个实时的解决 那我们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机制 就是说因为帮忙嘛 这个东西不能白帮你 对吧 你总该做一些表示 所以说我们设计一个机制就在于说 如果你这个东西确实简单 你可以通过一些感谢这种形式去感谢对方 那如果你觉得东西特别麻烦的话 我们会邀请你 比如说请师兄吃顿饭 对吧 送一些小的礼物 对吧 表达一下表达你的心意地上往来嘛 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 我们会有一些机制 然后呢 用户也可以通过他的这种描述 去感谢他 感谢这位师兄 所以这种方式也是促进的用户 从线上走到线下的一个过程 你要吃饭啊 喝咖啡啊什么的 增进一下你们的这个相互之间的了解 我举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吧 包括我自己的 早期我们最开始 自己也不断帮师妹 比较趣的是 当时我们就贴个广告说 你想不想吃清华东门的枣糕 对吧 师兄帮帮忙 有很多师兄愿意帮助你买这个东西 那当时我们这样一宣传以后 就发现好多师妹就说 我想吃这个枣糕 一直听说过没有去吃 那当时我们发现 因为刚刚早期 我们就动员我们所有人去 我当时背了一书包的枣糕 去清华帮助的三个师妹去送给她 那送给她的同时 她把她的一个家乡的一个粽子 作为一个回证给我 所以说我当时觉得 就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我确实认识了 三位漂亮的师妹 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是 我在给送出了 我的这个祷告的同时 换回来 粽子 是她的特产 我觉得蛮不错 这是我自己经历 经历的一些一些事 另外呢 从严肃一点 你会发现 师妹还是主要以这个 比如说情感类的话题 对吧 就是说可能 遇到一些什么情感类的这种 因为女性嘛 可能比较感细一点 对吧 她可能解不开心中的这种困扰 对 然后就需要万能的师兄 能够给她提供一些这种 对吧 感情的支持 情感的支持 当然还有更实际的一些 比如说学业 对吧 比如说秀电脑 这种事情就是 也是在我们网站上 频繁发生的一些内容 对 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平台的话呢 是一个 主要以基于线上和线下的一个产品 那线上 比如说我刚刚说到一些情感的问题 这些咨询 这东西不存在于线下的一些问题 当然线下也有一些 别的那种 比如说我们清华的 对吧 我们很关注北大的师妹在想什么 很关注北大的师妹 可能需要什么 或者说 对吧 北大的师妹可能需要一些 清华师兄 指导一些 比如工科类的一些 一些学业的东西 那我们平台就是提供了 这样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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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 通过这个产品 你会感觉到 呃 校园的这些 对吧 这种这种 青涩的 这种 情怀 对 但这也是我们 我们整个人所拥有的一种情怀 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 一方面就是 让更多人去知道 师兄帮忙 因为现在 可能在北上广街地区 这边还可以 但是在新的地区 还 大家还不知道 这样的一个产品 还不知道万能师兄的这种伟大 所以我们要让更多的知道 师兄的这种 能力和价值和正能量 说到 做这个网站 我觉得最早应该也说到 为什么要选择创业这个事 来清华这边读 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自己手上有一个 这个汽车结人的项目 当时觉得这个项目 其实是可以 把它转换成一个 一个创业的可能性的 然后当时在 在清华这一块 就结识了很多的这个朋友 包括有 共同想创业的一些人 那我们拿这样一个项目 去做了这么一个 一个尝试 但后来发现这个事情 其实并不成功 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个 汽车这个行业 加上我们做的这个产品 那么 其实这个市场 其实不认可 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性格来看的话 就属于这种 不是太安分 我觉得可能创业 是最适合我的一条路 那我后来和朋友聊说 那不然我们选择一个 跟适合我们去做的 一个一条路 那第一个是 我们没有钱 第二个事情是 我们最了解 学生这个人群 那我们就围绕了 这样一个人群 去琢磨 需求发布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那整合比较难 我们就做一对一的吧 一对一的话 那不就是一个 帮帮忙的一个处行 那么想 现在的产品 互联网已经是一个 这个白日化的 一个竞争阶段 你很难 那一个东西出来以后 迅速能够抓住 别人的眼球 那么想 这种社交类的 一个产品的话 最重要可能还是 男女之间的一些 一些关系 这种情愫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想 不然叫师兄帮帮忙 然后一方面 这个女性 更需要帮助 这是 确实是一个 一个现实 第二个事情是 女性 吸引师兄 能够加入到 这个平台中心来 那这东西一定能 满足我们的一个 第一个就是 快速的传播 第二个事情是 早期的一部分用户的累积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敲定了 师兄帮忙 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思路 以前在PC时代的话 就是大家会 会经常提到说 学生这个人群 可能不太有商业价值 大家这种消费能力 或者什么也好 而且会流动 可能不太好 但是在 我觉得在移动会联网 可能是一个新的机遇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产品 做成什么呢 做成一个 学生在校园生活当中 一个入口 就是你离不开它 它涵盖了 除了师兄帮忙 作为一个灵魂所在以外 它涵盖了你的这个 生活了很多的方面 它当成为一种 成为你生活中 必备一个工具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融入很多的商业元素 我认为 因为电脑不一样 电脑的话 你不上就不上了 你不上网就不上网了 可能抛弃你 就是分分面包的事情 而你要抛弃这样的东西 是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 我们能抓住 这两千五万万的学生 就一定有机会 起码 我们团队能够正常地运转 甚至能够赚钱 那至于说要做多大 我觉得这个事情 你还需要时间去考验 我们自己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学生它其实是一个标签 一个很重要的标签 就是你跟社会隔离的标签 我觉得中国这个东西 可能是一个 我觉得不太正常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你觉得自己贴上了 一个学生的标签 你就与社会与世隔绝了 你有自己的一块领域 有自己的一块贴 我觉得这是完全完全不对的 特别是大学生 带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 你在进入大学的时候 你就迷茫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想做什么 所以说 包括我们做学生帮 我们要考虑也是 为什么我们当时觉得 一定要打通校园为来 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这种价值观 是相通的 如果当你进入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有一个 在社会当中 非常迂离的人告诉你说 我经历了过什么东西 对吧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在你这个时候 你在去做一些兴趣的选择 和这个职业选择的时候 是不会有问题 可能会好很多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种 校园与社会对接的一些机会 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接触一些 社会上的一些东西 从你进入大学的时候 都能够看得更多一些 推广化 我们有专门的团队 我们团队的内部 我们十个人 有三个同事 专门负责推广这一块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主要结合一些学生的 这种节日点 对吧 他们所关注一些领域 因为我们也学生出来了 比如说女生节 可能很多很多 已经毕业很久了 可能不知道这种节日 女生节很多学校 它都会有女生许愿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结合去做一些推广 对吧 还有什么公问节 马上走入大学的这些学生 他们是需要填志愿 那我们现在也是正好结合了 这一波志愿的这样的一个点 我们做了一个推广视频 告诉大家 这里有百万的师兄 能够解答你 志愿填写的一些问题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 因为选择错了专业 其实后来都未来的 自己的路都不知道怎么走 在你选资愿的时候 第一步不要走错 师兄来帮忙 同时我们在北京 上海 广州和武汉 这几个重要城市 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线下的团队 那这些线下团队呢 也主要是以这个 就是学生为主要的一个群体 其实我们相当于是在各地 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帮帮忙的阵营 那这个帮帮忙的阵营呢 就是除了跟我们整个公司 保持一致的步调以外 同时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 真正意义上能够传播一些 帮帮忙的理念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 智能量的一个组织 那这些组织所发挥的价值 除了做一些推广以外 我们也会组织一些 线下的落地的活动 去吸引本地的学生 才会到东东来 当然我们现在做的最好的 还是以北京为主 因为我们大本地在这边 除了帮帮忙以外 我们也有一些衍生的小的fisher 比如说我们的社团广播 对吧 那社团广播就是整个面 所要服务我们的社团 这块的一些用户 对吧 社长 你能从我们的这个产品 能够迅速给你的所有会员 发布这种活动的通知 所以说我们这个小的产品 也积累了大概 七百多个社团过来 其实换句话讲 我们如果有企业 对吧 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活动的话 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 我们的社团的这个 社长这种方式 去联系到各地区 对吧 各个社团能够做 相应的一些事情 线下活动这种事情 其实是我刚刚提到 主要是以辅助为主 因为现在有很多 这种现成的这种平台 比如微博 对吧 比如说人员网 这些产品 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一个传播的宇宙渠道 其实对于我们这种 小的传队而言 我们不可能花大半的钱 去做线下的活动 那我们主要还是 主要通过这种 我们自己的一些策划的能力 比如我们编一些段子出来 做一些创意的视频出来 那这种东西呢 通过我们现在 现有的这种社交媒体 对吧 社交网络进行一些传播 对 主要还是通过这种手段 是核心的一个手段 主要是考虑省钱 性价比高 对 我们现在团队一共有十个人 一半是技术 那剩下的一半是这个 运营和产品 对 然后呢 我们另外 我们有三个创始人 然后三个创始人呢 分别负责三块 像一个主要负责技术 对吧 一个主要负责推广和运营 另外一个我 主要负责整个产品啊 融资啊 这一块的一些 比较杂的一些事情 我两位创始人 一位是我的那个 高中同学 一个是我的初中校友 其实早期的几个创业 创业的根本都是这样 要么放弃学业 对吧 要么去这个 放弃自己现在的工作 包括之前在一个500强 我们周运营的根本是 这间500强一家公司 做电商这一块 而另外一个根本是 我们那个 那个负责技术这一块 当时 比较有趣的是 因为当时我们正好缺 一个技术的一个合伙人 然后也是很巧合 对吧 我发了一个状态 我说 怎么找不到 靠谱的技术 然后他就给我留言说 我们最近在做什么 然后我跟他 因为是初中同学 可能这个 好多年没有见了 然后就聊了 聊了就 就特别契合 我跟他讲一讲说 我们现在在创业 做这个 什么什么样的产品 对吧 他自己呢 也是学的这个 专业方面的东西 我说 因为他自己 在做创业的一些项目 但是可能 不是太顺利 我说 要不然我们 要不然你来北京吧 然后我们一起来 做这件事情 一周以后就全职 全时间加入 就是从深圳到北京 就这么跨一个过程 回顾过去的话 就是你会发现 因为作为一个 很早期很早期的 一个团队 没有钱 什么都没有的 一个时候 你只有一个理想 或者一个产品的demo 那这个时候 我说 OK 兄弟 跟我出来 对吧 我们全职来做这件事情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对方可能会想说 我现在 我输都不读了 我跟你干这事 除了对你个人 可能还相信你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他也觉得心里悬嘛 那么就加上父母 告诉他说 你只想拿个户口 清华毕业 年薪三十万 随时被变 你为什么不是搞三十万的 薪水搞几年 你再去创业呢 所以他有退路 退路可走 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 对学生这个人群 他会有更多的选择 他可能不愿意干这件事情 那现在阶段不一样 我们发展到一定阶段 对吧 我们如果得到更多的 这个用户的认可 对吧 VC的认可 对吧 我们团队内部的 不断的成长 那我会告诉你说 未来 我们的一个发展 我们会很明确告诉你 未来发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种的话 对学生这个人群 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那我们会更关注什么呢 就是社会上 更有经验的一些人 你打过硬仗的人 哪一个型的员工 我告诉他 我给你两个标准 对吧 第一个标准 就是我给你更多的股份 少一点的薪水 那第二个事情是 给你多一点薪水 少一点股份 你二选一吧 反正你一选哪个都行 那普遍选择前者 我们会更喜欢 很明显 他更看重的是你的发展 如果他选择了后者的话 我们就会考虑说 这个人靠不靠谱 那这个人会不会有一天 别人开更高的薪水 他就走掉 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也特别慎重 其实对我而言 其实也 说老实话 也没什么 因为没工作过 也没有去什么公司 当过什么管理的东西 然后管理这套东西 我其实说句话 你基本上不懂 但是我知道有一点东西 很重要 就是说诚信 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是 我会关注所有人的 未来的发展 我会告诉他说 第一个 我们有投资者 愿意支持我们 去做这件事情 你加入我们 你可能成为 这个未来的师兄帮忙的 地造者之一 另外一方面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 每一个人所扮演的 每一个角色 他都能够有所得 那我希望比如说 有一些 比如说对口的一些 这种 比如资源 或者说 这个 一些接触 包括之前有人说 他说去你们这种小公司 没有什么 做技术 没有什么成长 我说你去大公司的话 你除了在一个部门 你们干活以外 你能和CTO 下公司的CTO 有一对一的交流吗 你可能机会很难得 那在我们这边 因为公司虽然小 如果你有这种需要的话 我可以介绍很牛的人 给你认识 你们可以成为朋友 那你成为朋友以后 你有什么技术上 有问题的吧 你未来甚至说 现在工作的机遇 你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去实现 最早的时候 我们自筹了一部分 好像九万块钱 然后后来 快化光的时候 运气比较好的 是遇到了 我们一个 Pray Angel 就王立杰 做这个 反映做早期的天使投资 然后给我们的一个总资 大概十七万块钱的支持 然后保证了 我们这个 从Demo版的产品 进化到一个正常版的产品 那后来的话 我们在一二年的五月份 拿到了这个 爱迪剧和蛮子 以及尼正东的这个天使投资 这个东西 属于是我们团队 这一年的一个 一个产品开发 和这个内部 内部运作的一个 一个资金 我们从一年的 这个年底 就开始去找钱 因为当时 钱其实也花了 花了差不多了 后来的十万块钱 花了不少 我们自己没有什么钱了 必须靠资本的这种东西 去推一把 当时也完全不懂 想怎么办 投过这个商业计划书 对吧 就广泛去投 去微博搜 谁是天使投资人 谁是机构投资人 投一圈 鸟无音讯 也不懂 后来 就因为在聊 就和自己的这个校友聊 跟老师聊 这个怎么办 都没人理你 对吧 他告诉我 这个东西 你不要这么干 然后呢 当时比较有效的什么 就是通过朋友介绍 一方面就通过这个清华 这一块的资源 对吧 他因为有很多这个 包括VCA这个行业的 包括创业这个口子的 一些朋友 一个介绍一个 就能够接受到一些 比如说 一些著名的天使投资 对吧 也包括一些VCA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早期的一个 一个哥们也是从这个 做私募出来的 他自己有一部分的 这个人脉基础 然后呢 也是介绍了一些 这个VCA这一块 我们去谈 早期算下来 我们从一年底到 最后拿到钱 大概是花了三个月时间 我大概数了一下 可能谈了大概 三四十家吧 从大小的这种机构 然后这种个人 当时有个 比较有一个策略 觉得说 没有经验嘛 我们怎么谈 第一个谈就是 先找不靠谱的谈 就一看就不会投 这种小额的 不会投的 先去谈 就学学经验 谈了以后 果然这毫不悬念 就把我们否掉了 然后就说 OK 差不多有一点经验了 产品也差不多 雕着了 有一些想法 或未来的一个规划 也清楚了 我们就找相对 靠谱一点的机构谈 然后比如 就是包括我们 包括IDG 然后包括北极光 包括成型创投 这些都是谈 后来也对我们 都比较感兴趣 但当时策略是 谈完以后 如果再不靠谱的话 就找 个人天使投资人谈 但是还幸运的是 我们谈到 比较靠谱的机构的时候 就差不多搞定这件事情 因为对于IDG这种企业而言的话 还是主要以这个 A轮以后为主 天使比较小 所以说 对我们的这种 同一阶段的相对少一点 就需要这样的一种 大天使去支撑我们 需要蛮子或者 你认中这种 大拿的这种人格魅力 就是你除了机构 去支撑你以外 你还需要 蛮子一千多万粉丝 他不是经常讲吗 一千多万粉丝 转一转也是有效果的 我觉得对于大学生创业的话 其实难度挺大的 然后从 但是不代表没有机会 因为年轻人 特别大学生而言 他的想法比较多 从想法到实践 这个过程 是一个一刀坎 要迈到这刀坎 其实也不难 就是选择一个 你能做的一个范围当中 去亲近你的一个 该放弃要放弃 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第二个事情是 因为创业这件事情 并不是过家家闹着玩 这是一个商业的行为 商业的行为的话 你一定要面临竞争 你一定要懂市场 未来的这个市场 是面向哪一块 那对于大多数 可能学生 他并不是接触少 所以说我非常非常建议 在学校当中的时候 能够认识几个 在这个领域当中 很专业的一些人 成为你的导师 甚至成为你的这个 旺年之交 在与他们的这个接触 或者说互动当中 能够对你的 这未来的创业之路 提供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就我的这个创业的导师 就是雷琳 他是启迪的一个 董事总经理 就是之前坐汽车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他说那你 你这些事情 我个人不看好 但是呢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你不能把这件事情 证明它成功 你一定要证伪 然后他跟我讲 他说 如果你是以赚钱目的 你去创业的话 他说我建议你 把清华博士拿下 因为钱你永远赚不稳 但是呢 博士可能你未来 在可能就没有 没有这个机会了 他如果你是 为了你的理想 去做一件事情的话 他说这个事情 你就另当别论 如果你愿意 这么去做的话 他是很支持 所以说 这是一个人物 就是对我这个过程当中 一个所谓的一个启发 第二个是我的博士导师 然后那个 他就 他就讲 我当时挺害怕的 我说 我可能要 我要停止创业 然后呢 做一个互联网项目 站在经济道 说可以啊 反正你想做 你就去吧 反正我又不会说 你不好好搞科研 我就不支持你 不过呢 他说你这个 互联网这个项目 赔钱赚要吼 你这个东西 就赚不到钱 然后呢 花一大笔钱 最后自己股份没多少 赔钱赚要吼 他说 如果你要创业 我给你建议几个方向 我说 第一个 幼儿园 他能做幼儿园 你看现在 对吧 很多这个 宁爱小孩 对吧 第二个养老院 老龄的话 越来越严重 这个东西都是机会 他说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我说 我说这个可能 是不是需要大量 我说这个东西 没办法 因为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条件 可能就只能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我也特别感谢 这位老师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我的这个鼓励和支持 其实我个人生气 是比较乐观一点的 就是可能困难都是在未来 我觉得 你到一个阶段 你会发现 回头看一些东西 可能看来 还还还蛮难的 比如说你 我们两次差点没钱了 然后你要保证 这个产品啊 正常运者 所以这种 这种东西 对我们当时而言 还算是比较 比较难受的一件事情 天天在着急说 我靠没有钱 怎么办 包括我们早期 有学生蜕变嘛 就是一群一群人 对吧 在工作 然后有的在读书 你要蜕变成为一个 全心全意 为师兄帮忙 把所有精力 付资到当中的一个过程 那你有些人 可能放弃不了 这种东西 有些人可能因为 他的这个家庭的一些原因 对吧 可能家庭说 你必须再给人拿个户口 然后这父母 给他们的一些压力 对吧 有些人可能还 愿意去拿一个 这个学位什么的 这种种的原因 可能导致了 这个产品的推进过程中 遇到很多的阻碍 我觉得都算是一些 特别让人难过的 一些困难 但是呢 其实在现在看来 感觉就不算 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而我觉得 更大的挑战 是在未来 例如我们 我们后续的这个 从百万到千万 或者说到更多的用户 让更多人去认同 这样的一个 产品的价值 我们未来 把师兄帮忙 打造成为一个 这个 校园的这个移动 社区 这样的一个目标 它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才是对于我们 最大的一个挑战 我一样来 在那个 我 我们 在那个 入口 雷 无 者 卢 卢 无 感谢观看